Audrey 其實接下來很快就和爭拳面倫 其實你自己現在怎樣準備 最重要就是 我的黨友常常提醒我說話太深 要簡單點入屋點 不要那麼長氣 希望可以一些比較 可能要幾複雜才能解釋的問題 要簡單地解釋給人聽 那是最大的難度 還有很多人可能以為一個小時 其實是很長時間 不過事實上不是 因為你減了廣告 減了休息時間 減了對方要講時間 減了主持人要講的時間 其實剩下來比每一個人講的時間 其實是很少 你想想政改的歷史其實是很長的 如果你要把重要的事情講出來 其實絕對是不容易 自在是針對政權 現在說大家要向前走 其實有什麼策略呢 其實我相信大家都聽到最近政府的宣傳 很多人是無孔不入的 很多人聽得多 你知道廣告 就不多不少都覺得 重複一百次的事情就對了 那這個是我相信 我們面對最大的困難 那你會怎樣做呢 那你要怎樣拆一些洗腦的東西 其實不容易 那接下來你們是否都有一個新廣告 即是是否其中一個對策 其實我發現有時候有些報導 我不知道它是專門還是不注意 就會將我們公民黨的立場 就是講錯的 所以我們覺得都需要很清晰地說回廣告出來 因為很多時候你看到有些人喜歡說公民黨很激進 不肯妥協 那事實上我們不是這個立場 但是我們真的覺得它這個方案 其實不是帶領著我們去普選 那我們不是說硬的一塊 就完全是不肯妥協或者不講道理 所以我們覺得應該有個廣告說回清楚 普選完呢 最近就有人說 可能只是增長在區議會的議席裏面 有市民間 可能大家就有些傾立 你們公民黨的立場是怎樣 以及對於其他普選員 都有什麼傾向你們自己看 我覺得最重要我們現在講的是 一個普及平等的選舉 就不是說中途哪一個黨派去多幾個議席 事實上最重要的是 我們是不是從這條路去 是可以達到真普選 你們會堅持的 就不會說接納區議 我相信支持民主的人都會堅持 我們最終是會落實到真正一個普及平等的選舉 但是如果你是說中途哪一個多什麼議席 那可能就忽略了那個終極 最終我們是不是去到2017、2020 現在最遲都是這個時間 那是不是會落實到真正普及平等的選舉呢 為什麼2012多幾個議席 是會導致到最終的普及平等的選舉呢 我覺得不要迷失了方向 最重要是看回我們是不是可以 跟著的時間表達到一個終極普及的選舉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那個信息要清楚 市民要收到 就是民主派不是說不肯妥協 但是民主派應該是很清晰 應該堅持一個原則 就是說最終我們達到的普選 應該是普及平等 如果你給不同的信息 經常都改變那個信息 我的擔心就是市民未必明白 其實我們最重要的 始終是最終落實的 是不是真的普選 因為事實上 你由07、08拖到2012 拖到現在說2020 其實是說十年後的事情 你說好像很久可以慢慢談 事實上不是那麼多機會 每一步都非常重要 所以希望我們不要迷失了一個方向 我們說的是一個終極會落實 普及平等的選舉 問多一句話 我想補一些英文的文章 什麼準備事件 對於我們來的議題 我認為我太多風風 當我講話時 是太困難 它必須要更簡單 對於民主人們 所以我試著調整 我試著調整 我认为人们很难解释,为何这种传统的传统 不帮助 你认为你更好看 我认为他非常好准备 我认为他提供的邀请 我认为他很准备 我认为他很准备 你认为他最擅长的事情 你认为他最擅长的事情 其实你认为他最擅长的事情 其实是不容易 这些论断 因为一天一日是不长的时间 而 Constitutional reform 其实可以成为的 有些人的不符合 而去试试 在一段时间的事情 其实不是很容易 我可以明白,很多人感到很慘 在香港的發展,但很重要 不提供公司任何解釋 那麥克風是很不公平 因此,香港不得了麥克風 謝謝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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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